这是中国 刚才是愿意宝的一技 重腿 中国火腿王 不对 中国神腿王 三打史上第一次高边腿KO 中国三打王里除了我们非常熟悉的刘海龙 宝力高之外 还有一位选手 腿法出色 他就是来自安徽盟城的北体三大宝 重拳三少 神腿愿育宝 愿育宝从小开始学习武术套路 先后练习大红拳小红拳 在一次意外中手部受伤 于是开始练习鞭腿 先锤柏练出神腿 功夫不负有心人 2001年赛季 愿育宝夺得三打王冠军 三打王历史上第一个高边腿KO 至今仍被大家嘖嘖称奇的 就是愿育宝打出的三打王历史上第一个高边腿KO 那是再入武术三打史册的一腿 2000年中国武术三打王争霸赛揭幕战75公斤级对决当中 明天这个机会来了 谁能不珍惜呢 刚才是险些让李帅为对愿育宝实行抱腿摔 但愿育宝经验比较丰富 退到拳脚 他空心保护很少 愿育宝遇上了铁将军李帅 两个人都是实力汉将 李帅呢全法精湛 愿育宝腿法出色 双方在激战中一度打得不分伯仲 同方拳手愿育宝 蓝方拳手李帅 这个手势呢是让他们不要再僵持了 再僵持就要判十分开 两个运动员哈 刚才是互相残暴在一起 愿育宝还是很潮的 2000年那会儿 这发型可够非主流的 非主流的可是08年之后的事情了 那时候谁染个头发那绝对是这个 很牛的很潮的潮男 愿育宝的爆发力很强 至少在前两局中应该是这样 因为他有他的技术跟底和他丰富的比赛经验 所以呢他一定是顾顾为盈 他跟他实施的跟他拼基本功 两个女人又缠暴在一起 互相使用吸法 李帅刚才是用拳头在格挡 愿意保的吸 这时候李帅你也可以提吸呀 看来就进不住了 角色都有一种转换了 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我看来我比军队还要紧张 工薰教练员 我们的比赛呢是分六个公斤级 65 70 75 80 85 85公斤以上 这六个级别 每个级别呢是20个参赛选手 刚才这个编腿很危险 第三回合刚开始 主持人还没来得及 说完开场白 愿意保迅速变招 看准李帅报价不稳的时机 迅速打出一击 左高边腿 重重的砍在了李帅的头部 李帅应声倒地 愿意保拿下比赛 有粉丝戏称啊 比赛还未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每个运转只能输一场 当他输掉第二场的时候 冠军就他就无权燃止了 那么决出本宫金级的冠军之后 六个冠军要从小级别 往大级别逐级挑战 确实啊要打出了重重的 这个包围圈啊 对对对 购物观察流向 确实呢需要很好的武术攻击 看看谁有当年啊 关云墙大班的攻击 那么不知道大家 先看现场 先看现场 现场的比赛 双方又缠抱在一起 好 刚才是愿意保 使用了一个摔法 让李帅很从容的摔倒在地 他一个变脸动作 把周星做了一个转移 看来愿意保 最近那段时间也是 精啊 精致的关押了一下摔法 刚才呢 由于我们在重心 拿捏的不是很精准 所以不用 从他平常的技术测检看呢 他是拳法比较好 但是他的监控比较有均衡力 但是刚才这几个摔法呢 确实也是有点超水平的发挥 然后据我们了解到 赛前了解到资料 愿意保 好像在赛前 并没有透露他摔法有多精湛 大家看愿意保 现在的表情 二十一步 气定神弦 这种场面 这是一个反三 这一记高边腿 成为散打王比赛当中 最经典的镜头之一 至今仍在流传 回忆当年江湖豪情 仍然历历在目 好 这里是中国 刚才是愿意保的一记 中腿 打到了黑帮运动员的脸颊 黑帮运动员现在倒地 黑帮运动员现在正在倒地 黑帮运动员 黑帮运动员 hours